暑假都過一半了 那些必做的事情你完成多少 就不說最後一天寫的暑假作業了 減肥 打工 追劇 旅行 見朋友 整理房間 或是玩遊戲 最重要的是 小說看了沒 日本的夏天 最重要除了鬼故事以外 就是推理劇啦 最近有一款主打本格推理的遊戲 春世百年超 很可惜 不能實況 不然它真的是 近年我玩過推理過程 最完整也最合乎邏輯 連結局彩蛋都非常精彩的一部作品 那麼 講到日本知名的名偵探 除了死神柯南之外 我想大家一定不會錯過 我們的破案天才 潛力略 沒錯啦 今天就是要好好聊聊 偵探潛力略的最新立作 《透明的螺旋》 嗨 我是Neko無喵 如果你還沒按下訂閱的話 快點按下訂閱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Neko無喵 歡迎回來我的說書時間 我想多數人認識起了一月 還是從 嫌疑犯X的現身吧 每一個偵探 都有自己的破案風格 像弗爾摩斯的風格就是 這是常識啊 親愛的華森 把所有的真相藏到最後一刻 覺得大家都應該要知道真相才對啊 用天真的態度 把每個人都當成白痴的學霸風格 或是江戶穿亂布 優秀描繪細思極恐的驚悚感 奠定後續本格派的深厚基礎 又或是把推理變成科幻作品的柯南 自以為把身邊的人 當成針線包還沒問題的破案方式 但無論是誰 我覺得 湯川學教授 之所以能跟所有推理作品有所不同 那是因為 且力略 無論是哪一樁案件 兇手永遠都是出於愛 這個理由犯罪 從以前我跟朋友們玩劇本殺 死者往往都是什麼超級大的人渣 死有餘辜 現場每一個人都有殺他的動機和機會 往往這個時候我都會默默說一句 啊 既然大家都想要他死 不如就別找兇手啦 其力略遇上的案件都是這樣 因為他老是比刑警先一步 找出嫌疑犯和破解犯罪過程 所以他總是會先去跟犯人談談 用愛感化對方 那今天要講的這本 《透明的螺旋》也是同樣的故事結構 今天一樣會在這裡分享故事大綱 完整的故事請大家挪到Podcast去聽 當然如果你聽完故事大綱想自己看書 東野歸吾的夏日推理季浩浩蕩蕩正在舉辦中 手刷書送四款透明書籤其中之一款 都是湯川雪老師的金句哦 我自己私心最愛 所謂的假設至少要符合邏輯 但你剛才說的話根本自相矛盾啊 這句話剛好適合不經意的貼在主管桌子上 就說要分享一本好書啦 故事從千葉海上漂浮著一句男性遺體開始 使者上時亮在9月29號 由女友元香通報失蹤 最後一次看見上時亮的地點是 9月27號在租車行租車 警方想要進一步找到女友來詢問 卻發現她在10月2號閃電離子 從此不見人影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懷疑 凶手就是女朋友吧 但是9月27到28這兩天 元香跟她的好朋友都在京都旅行 擁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根本不需要逃跑啊 就在警方深入調查之後 才發現上時亮這個人 根本天煞孤星耶 工作上又自以為是 又跋扈 稍微不如意就拍桌離職 跟她相處過的下屬都認為 想殺死她的人多到輸不完 不單單如此還會動手打女友 持刀威脅父母 是個沒有收入沒有存款 整天只說大話的人渣 死不足惜呀 但即便如此 警方還是把嫌疑人指向消失的女友 並且在房裡找出一本 女友珍藏多年的繪本 繪本上出現了熟悉的名字 湯川雪 原來啊那個繪本的作者 奈江跟元香的母親是好朋友 元香在母親去世的狀態之下 不知道還能向誰求助 只能找奈江姨婆幫忙 隨著警方的抽絲剝繭 和湯川雪的處處阻撓 總算找出第三層的關係人 我看到這裡 就差不多解開故事真相了啦 然而我怎麼也想不到 居然落入了最傳統的那一種 敘事性軌跡的陷阱裡 其實我自己私心 並不會把茄莉略分在推理小說 沒錯 她有案件 她有推理 她有在逃的兇手 找出兇手和犯罪動機 一直都不是 茄莉略這套故事的重點 一直以來 茄莉略這個系列 想講的是 人性的不得已 而這一次 透明螺旋 從推進去 就爆雷開始 好像也間接說明了 死者與兇手 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 活下來的人 要怎麼樣面對 還沒解開的謎題 或者那個謎題 再也解不開了 是不是 也沒有關係呢 東野龜吾這次把男怕入錯行 女怕嫁錯狼 這幾個字發揮到極限 比起揭露案件真相 我覺得更嚇人的是 這次寫了不少 湯川雪老師的家庭背景 關於這一點真的是 嚇死我了 怎麼會在小說裡看到 八點檔的劇情啦 另一部 我很喜歡的電影 令人討厭的松子 也是遇上了很多 自以為是的另一半 最後下場死在 錯誤的期盼之下 欠缺愛的人 真的很容易 被恐怖情人趁虛而入圍 對我來說 這是一本 非常輕鬆的讀物 尤其是這兩個星期 忙得交頭讓兒 還要抽空南北跑的狀態下 很久沒有看過這種 相對輕鬆的 推理小說了 反而有種輕流感 原以為故事劇情 就按照我推測的那樣 發展殊不知 最後來個峰迴路轉 真的讓我在閱讀的時候 發出了一聲 哎呦 我先說哦 我不喜歡人骨拼圖那招 兇手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 啊最後硬插進來的風格 美式驚悚推理 很愛搞這一套 討厭嫌惡系推理小說的人呢 也可以安心服用 因為東野歸無筆下的 湯川水教授 可能比現實生活中的某些人 還溫柔一些 看推理小說 不會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幫助 但他能訓練邏輯 訓練思考 哪怕只是放輕鬆 當成一部電影或戲劇來享受 潛力略系列 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覺得這是一本 無論是正在放假的小貓 或是忙到快吐毛球的小貓 都能輕鬆享受的一本 毫無負擔的夏日讀物 其他頻道不會推薦 就讓我來分享一些 這種放鬆看的好書吧 潛力略系列你還看過哪幾本呢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 嫌疑犯X的現身之外 有沒有看過 哪一本 嗨暗叫絕 但沒有什麼人討論的冷門作品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推坑讓我知道哦 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 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那一個 一樣喜歡推理小說的朋友 告訴他 欸現在買手刷實體書 還有送書籤耶 是時候該把 潛力略系列收齊了吧 我們就下一支 說書時間再見了 大家 掰掰 現在說那些小說 沒辦法學會知識的人 真的是太小看故事的能耐了 我覺得最棒的書啊 就是小說這個分類 沒有之一